- 阿包,阿包你開麥,阿包 阿包 - 傑克,聽得到嗎? - 阿包你好,安安幾歲哪裡人? - 台灣的,39歲 - 台灣的阿包,阿包你想說什麼? - 傑克,你那個街訪,那個訪談啊 - 那跟恐怖片一樣啊 - 為什麼?怎麼說? - 你是說我最近的那一隻,是不是? - 台灣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? - 是啊,是啊,那瘋了啊,我看了 - 我不知道為什麼,我要崩潰了啊 - 那個,我問你,你那天訪談 - 有沒有訪問過一些正常的人啊? - 我就,我就訪,訪談就是那些啊,我就... - 有沒有回答一些正常,正常一點的人? - 答案就呈現給你們看啦 - 你撿出來那些... - 我根本沒有選,我再一次在這裡順便澄清一下 - 街訪,你以為很好做嗎? - 街訪,很多人會聚訪 - 所以我不可能街訪,我還在那裡篩選 - 我就是街訪,訪到誰誰願意講 - 我就呈現出來 - 然後做了一集節目 - 我知道啦 - 所以我完全不是篩選 - 它是一個隨機呈現的結果 - 我知道這個很難做啦 - 我只是在想說,難道都沒有一個正常一點的... - 不符合我們認知,正常認知的... - 大概我運氣不好吧 - 我剛好都找到比較不知道的... - 實在是太瘋狂了 - 你看,我看了影片,你還要... - 你還要提點他一下,點他一下 - 喔,然後他就想起來了 - 喔,有些人稍稍想起來了 - 然後... - 你說點他一下什麼? - 點他中華民國,你聽過嗎? - 對啊,對啊,什麼憲法,怎麼樣嘛 - 然後你提點他... - 喔,好像有聽過... - 我的天啊... - 這... - 那... - 我跟你講,台灣... - 台灣現在最大的問題,就也不是什麼... - 什麼一個中國什麼... - 就是連連自己的國家都... - 國民都都忘記了,這才是... -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- 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 - 對嘛... - 那個我就說那是恐怖片一樣 - 你... - 我跟你講,你那個訪談 - 未來假設真的武統對岸打過來 - 你那個訪談就是引爆點啦 - 那個對岸... - 大陸人就真的發現 - 哇,台灣人沒救了啦 - 這個都已經... - 你去看那底下留言 - 我也有點心有氣氣焉了 - 就是就沒救了嘛 - 嗯... - 你... - 你莫名的把自己... - 正式的國民... - 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的人 - 會把自己正式的國民忘掉的 - 嗯... - 結果你那天... - 你那天的訪談... - 我好像沒有看到... - 馬上就說,對啊,對啊,我們國民... - 中華民國沒錯啊... - 馬上立刻... - 嗯... - 秒答這件事情的... - 我沒有看到一個... - 全部都是... - 哦,我要想一下... - 通通要想一下... - 這樣子... - 嗯... - 所以... - 哦... - 好啦,我回到郭台銘... - 嗯... - 你一開始講的郭台銘這件事情... - 哦... - 他... - 我們就假設他真的代表... - 呃... - 沒有,首先我先肯定他啦... - 就是說他說在金門要... - 要跟... - 對岸... - 談判嘛,對不對... - 要展開談判,有這個idea... - 嗯... - 然後他又強調什麼... - 對岸14億同胞,有沒有... - 嗯... - 這個我也很肯定... - 但是他如果未來真的... - 代表國民黨來選... - 嗯... - 然後... - 搖除這個大衛好了... - 他最首先... - 要做的應該是... - 讓台灣人重新想起來... - 自己的國號是... - 正式的國民是什麼啊... - 哦... - 天不敢對岸怎麼想我們啊... - 嗯... - 我們自己都... - 自己都忘掉了... - 這... - 這還要跟對岸談什麼... - 是... - 是... - 對不對... - 你... - 你...像你們... - 你們剛剛前面很多討論說... - 啊什麼... - 什麼九二共識... - 一個中國... - 什麼什麼怎麼樣... - 我跟你講... - 你光講這些台灣人就聽不懂了啦... - 連連自己國民都忘掉了... - 他會去講後面的什麼... - 一個中國的事情嗎... - 是... - 他連自己的國民都... - 正式的國民都不記得了... - 那後面還要談什麼嘛... - 是... - 所以... - 所以... - 郭台銘他... - 他今天有這個心... - 有這個idea很好... - 嗯... - 那他真的接下來... - 他就該... - 我覺得我們應該回到最基本的東西了啦... - 很可悲... - 但是我們必須回到最基本的東西啦... - 嗯... - 讓大家重新... - 回... - 回憶起自己的... - 國家叫做中華民國... - 哈哈哈... - 哈哈哈... - 那你那個訪談我真的是要崩潰了... - 怎麼會... - 你也嚇到喔... -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嘛... - 我跟你講阿抱... - 我在訪談的當下... - 我自己都想... - 你就看到我的表情了... - 那就是最真實的... - 我他媽我也傻了... - 你知道... - 就是這樣... - 實在是... - 太令人震驚了啦... - 因為... - 是啊... - 對嘛... - 你看... - 我們就一步步來... - 先大家先想起來... - 自己國家名叫中華民國... - 然後再來就要想起來... - 我們跟對岸... - 我們現在兩岸是... - 中國內戰遺留問題... - 大概可以這麼形容吧... - 中國內戰... - 沒有... - 再讓他想起來... - 中華民國憲法... - 是是是... - 然後再讓他知道為什麼是這樣... - 是嘛... - 是嘛... - 你沒有前面這些東西... - 郭台銘說... - 對岸14億同胞... - 台灣人理他嗎? - 你那天... - 你那天街訪的年輕人會理他嗎? - 不會... - 人家人家會說... - 為什麼對岸變同胞了? - 哦... - 為什麼... - 你要... - 再提點他一下... - 因為... - 因為... - 要提點好多一下... - 我覺得我那個郭房... - 不是我郭房... - 我那個街訪應該要給郭台銘看... - 欸... - 真的是會... - 對... - 聽了會抓狂... - 不是... - 啊... - 就... - 對嘛...就是... - 你有想到會這樣嗎? - 沒有...沒有... - 我都想... - 我都想... - 進去你那個街訪那天... - 你應該找我... - 我就混進去... - 是... - 然後... - 然後我起碼... - 不是冒窗啦... - 我起碼就... - 當一個... - 回答一個正常一點的... - 的人嘛... - 對不對... - 那否則你那天... - 整個街訪全部都是那樣... - 那個... - 那個... - 啊... - 那個解放... - 有解放軍就... - 人人人就看你這個街訪... - 看到... - 啊... - 台灣不行啊... - 還是一定要巫通才可以啊... - 是... - 就是... - 就是... - 現在... - 反正... - 我就不用奢望民進黨會讓... - 台灣人想起... - 中華民國啦... - 民進黨就是讓大家忘記中華民國... - 嗯... - 那個只能... - 只能... - 看國台... - 國民黨... - 或... - 或民眾黨的... - 或其他黨的... - 嗯... - 大家正視自己的... - 國民嘛... - 然後正視兩岸... - 一直以來為什麼會... - 會這樣... - 有它的原因嘛... - 嗯... - 否則... - 你一路就跳到... - 年輕人根本也不認什麼九二共識... - 什麼一哥中國... - 他們根本就連自己國民都忘記耶... - 他們會想到這兩個... - 什麼... - 什麼同屬一中九二共識嗎... - 就... - 藍軍的或非綠的... - 可能要知道... - 現在台灣人的程度已經退化到這樣了... - 實在是太悲... - 實在是太悲慘了... - 要... - 就... - 我們必須從頭... - 回到最基本的事情來... - 雖然是很悲慘... - 但是... - 必須回到最基本的事情來... - 來... - 來宣導、來教育吧... - 否則... - 否則... - 否則... - 我真的是... - 頭很正經啊... - 頭很痛啊... - 好啦... - 是... - 我就分享到這裡... - 好... - OK... - 好...謝謝你啊... - 謝謝... - 謝謝... - OK... - 拜拜... - 好...來... - 下一位... - 結實哦... - nibido... - 邊活